你有足底筋膜炎的問題嗎? 這集教你如何用震動槍來改善你足底筋膜炎吧 嗨大家好,我是Drew 今天要講的是足底筋膜炎的部分 足底筋膜炎在發生的時候 下床落地第一個感覺就是有針、釘子 踩到了、被戳到的感覺 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直接放鬆腳底的部分 拿比較軟的球或是小的溫通來處理 並沒有錯,但是它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 足底筋膜先了解一下筋膜就是一個很薄的網子 包在你的各種的組織周圍、肌肉周圍、內臟的部分也都會有 那它是沒有收縮能力的,它就是一個網子在那邊 所以你放鬆的東西它並不會主動收縮 它是因為別人的緊繃而自己緊繃 所以處理它當下會覺得舒服 可是長遠來看並沒有真正的解決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TUBE筋膜的故事怎麼樣發生的 TUBE筋膜在這個部分 往上接到這個骨頭呢 我們說在腳跟 腳跟骨 跟骨是骨頭 不會做任何收縮的動作 往上來到這邊 我們看到一個突出來的地方 指肌腱、阿基斯腱或者跟腱的部分 肌腱要負責傳遞肌肉產生的力量和動作 給關節、給骨頭 然後我們產生動作 所以它就是要緊繃的 不然它很鬆的話 肌肉收縮了 力量不會存下去 沒有動作發生 失效 往上呢 就會接到你的肥腸肌 肌肉的部分 所以這四個 我們提到的四個部分 足理筋膜、根骨、阿基斯腱和肥腸肌 四個人裡面只有一個人 去備收縮和放縮能力 就是它肌肉的部分 所以如果它很緊 它就會把根腱的空間拉過來 根腱接著把根骨拉過來 三個人聚在一起 就讓足理筋膜很緊繃 它就不舒服 所以如果看到根源 它沒有放鬆的話 這邊的悲劇會不斷的循環發生 所以我們要直接放鬆它 來解決這個悲劇 我們要放鬆的是肥狼肌 要先看一下它的定位在哪裡 如果你的肌肉相對強壯一點點 會明顯的看到 有一個弧線在這邊 俗稱小腿肚或蘿蔔 弧線以下的部分 就不是我們要處理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弧線以上 是我們要打的地方 所以針對槍 就帶回 就帶動 我的習慣會另外另外一手去感覺一下 哪邊是緊繃彈性比較強的部分 手摸到了之後 才跟著去打 小腿肌肉通常比較敏感 所以我不會給太多的壓力進去 都會在比較淺層的地方 去帶 可以每隔30碼稍微用手檢查一下 發現有緊繃的地方 就再花一點時間 偏內側可以處理 偏外側也可以看一下 肥腸肌肉通常會是全身上下少數啊 可以無限的去放鬆它的部位 所以當你有把肥腸肌處理好之後呢 我會先習慣落地測試一下 腳底的感覺 而不是直接按摩腳底的部分 也許你發現落地之後的 疼痛的感覺就有稍微好一點點 稍微改善了 我會建議是持續的這樣做 而不是太注意這個地方 畢竟注意肌膜的部分是比較被動的 所以放鬆緊繃的來源 而不是放鬆疼痛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懷疑自己即將會有 足以肌膜炎相關不舒服疼痛的症狀的話 你可以測試一下 這個測試是從動作來測試 而不是直接從按摩或緊繃程度來看 當小腿後側的肌肉收縮 肥腰肌收縮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個墊腳的動作 我們看一下 前側的近前肌收縮我們是勾腳尖 所以小腿的前和後呢 是一組結套肌的狀態 如果這一側的肌肉很緊 這一邊的肌肉會有一點難做事 也就是說你會有一點點難勾腳尖出來 所以勾的動作比較做不出來的話 很有可能是因為這邊的肌肉是緊繃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從動作的方式來測試 動作測試部分呢 我們只需要一個牆壁就可以了 好 開始的時候我們要先取一下 你的腳尖跟牆壁的距離 是一個大拇指加拳頭的位置 借我一下這個距離 用你的手來決定 取好距離之後 我們需要身體的部分是穩定的 所以包含膝蓋的腳踝在正上方 身體是直的 後面的腳踩不踩沒有關係 盡可能保持腳跟在地上呢 重心往前移動碰到牆壁 好 往前碰到網 所以腳跟離地的話也沒有關係 好 像這樣呢 我們就會說 正如你的小平有一點緊 或是我的懷關節動作有一點活動度不夠 我們看另外一隻腳的狀況 一樣 距離幫我們取一下 身體是穩定直的 重心幫我往前衍 好 推回來 所以左腳就稍微比右腳來得好一點點 右腳可能就是要急先處理的部分 好 所以處理肌圓圓的部分 如果已經腳底在痛了 你當然也可以處理它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只處理腳底沒有放鬆橋腿的話 這個故事是不會有結局的 所以先處理橋腿之後 假如有需要腳底 當然可以進行 那如果你沒有注意肌圓圓的痛痛 只是會覺得腳底緊繃 一樣 先從橋腿開始 兩邊分分泰出哪一邊必須要先做 可以透過我們剛剛提供的動物測試 來找到答案在哪裡 好 所以如果你跨足底肌圓圓 或是真的已經足底肌圓圓的同學 可以試試看這樣的方式 或許對你會有幫助喔 我們這集又分享到這邊啦 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我是Drew 我們下次有機會見 掰掰